沈元,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广风琴之梦,这个纪录片主要记录到整个过程。 那这样的一个国际广风琴的比赛举办的多吗? 那么作为中国的选手参与的多吗? 其实中国弹广风琴的演奏者,演奏家,学生,教师确实是比较少的。 那么我自己是在日本留学三年,在德国留学六年,所以在国外接受到教育, 那么回国工作,看到有这样一个比赛,难度非常高, 然后赛事也是非常大型,影响力很大,所以我决定来参加。 其实这样的比赛在世界上还是蛮多的,尤其在欧洲和美国会比较多一些, 在中国可能会少一些。 那作为一个中国的音乐家,怎么会想到了选择这样的一个管风琴, 在中国演奏的机会也比较少的,可能管风琴也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行当呢? 其实是因为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 所以是侍从于自己的父亲学习管风琴。 当时其实父亲在做这个事业时候就已经是比较早了, 当时是一个先驱者,他游说很多人来学这个乐器, 但是人家会问,这个乐器好不好? 如果好,像你说的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女儿学呢? 所以可能像是一个赌注一样,我爸爸把我也赌到了这个事业上面。 那么很欣然的我们看到这个事业在中国起步了, 而且是繁荣起来。 在中国和北美可能会比较像一点, 在欧洲这个乐器可能被大家理解为一种教堂音乐, 但实际上它首先是一个乐器, 在六世纪的时候才进入到这个教堂。 在那之前,就是管风琴到现在其实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从一开始的这个水压管风琴, 希腊的水压管风琴到我们中国的声, 这两种乐器都是管风琴的起源。 那么在六世纪的时候,管风琴进入到教堂里面, 是因为管风琴这个乐器需要很大的空间, 高度和宽度来建造。 那个时候依然很多教会是阻止或者反对管风琴这个乐器在教堂里演奏, 直到十二世纪,管风琴才被允许在这个地方演奏。 其实呢,我们应该回归看到管风琴它是个乐器, 并非是个法器或者神器。 那么现在中国大部分是在一些教堂和音乐厅里面修建, 也是这样很大的空间里面修建管风琴。 管风琴被称作为乐器之王,这是莫扎特的原话。 那么卡拉扬也曾经说过, 没有管风琴的音乐厅都是足球场。 那么这是卡拉扬他的性格比较张扬。 那么中国现在有大量的音乐厅修建了这些大型的管风琴, 即便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小的, 但是我们缺少这部分的演奏人员。 所以这也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在中国进行教育, 举办音乐节,举办巡演, 将欧美的教授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个使命感之一。 作为我本人来说呢, 我实际上也是没有见过这么近距离的来接触过这个管风琴, 我非常感激有这样的一个采访的机会。 我知道我们多伦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型的音乐厅, 叫Roy Thompson Hall, 那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管风琴, 我一直想有机会去看一看那个演奏, 但是没有看到, 但今天跟沈元在一起。 那么有这样的机会, 我当然都不会错过去询问一些有关管风琴和其他的键盘乐器, 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特点, 能不能介绍一下? 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管风琴它的起源是一种管乐器, 比如说声, 声我们捧在手里吹, 用我们的brace, 用我们的呼吸来吹它, 它可以演奏以单根音管或者是合成mixer的声音。 那么后来有的学者认为, 中国的声经游牧民族带到了欧洲, 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键盘乐器, 在元朝的时候, 1260年左右, 再一次进入了中国。 那么其实管风琴是所有键盘乐器的祖先, 也是钢琴的祖先, 管风琴到现在有将近700年的历史, 钢琴大约有300年左右的历史, 所以这也使得管风琴比钢琴有多转一倍的曲目, 现在我们中国人弹的还是比较少, 知道的比较少。 那么管风琴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多层的手键盘, 以及一个脚键盘, 它可以演奏很辉煌的声音,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巴赫, 地小调头卡塔与复格。 那么脚上不仅仅是低音, 有的时候也要演奏很复杂的很快速音, 比如说如果是, 那么脚上就要演奏, 所以合在一起, 中国有两个成语非常好的可以形容这个乐器, 弹得好是手舞足蹈, 弹得不好就是手忙脚乱。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合在一起很复杂上。 那么有这样很辉煌的声音, 管风琴也是有很多很可爱的声音的, 比如说抵馆的声音。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弹一个莫扎特的一首曲子, 比如说。 那么还有这些可以唱给婴儿的摇篮曲, 讲述爱情的, 如是一般辉煌的, 因为管风琴它是手脚并用, 它是世界上可以演奏最多声部的乐器, 所以它经常一个人来完成整个的交响曲。 那它的发声原理其实就是用键盘来引动装置, 就像是钢琴, 钢琴我们弹一个键盘里面那个小锤子, 就会敲击钢琴琴弦一样, 这是弹一个键子, 里面的阀门就会打开, 一直储存好的风就吹入到音管里面去, 所以兜的这个阀门打开都会被吹响, right被吹响, 一个以此类推的。 所以是一直到电话诞生之前, 管风琴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械, 那么每一个管风琴家都要学很多的全方位的知识, 怎么样演奏, 怎么样编曲, 怎么样排练管风琴与将军队与合唱队, 然后还要懂得怎么样来修琴, 所以在纪录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钻到琴里面, 我父亲帮我来调绿, 然后他在这弹键盘, 我在里面去调绿, 然后排出管风琴里面的一些故障, 这都是管风琴家应当做的, 所以身真是一个需要全方位亲力亲为, 有参与感的人, 才能胜任当一个好的管风琴家。 我相信这个手舞足蹈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 所以你才会这么苗条这么美丽, 谢谢, 那另外这个我知道如果要是弹奏钢琴的话, 你弹奏的力度啊, 手指的力度啊, 也是一个情, 一个情感, 一个情绪的一个表达, 我相信这个用管风琴演奏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吧? 对, 这是管风琴和钢琴的一个区别, 钢琴是通过敲击弹压琴键的这个力度, 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以及速度, 但是管风琴就是我轻轻地去触碰它, 和我使劲地, 其实出的声音是一样的, 因为它里面就像我刚才说的, 只不过是发门的打开, 但是我们通过这些称之为stop, 音栓的叠加, 使得声音变得越来越辉煌, 比如说, 所以就像是你有一个交响乐队, 你选择哪几个乐器读奏来单独演奏呢, 还是大家来齐奏, 那么尤其是对我们学习的很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时代风格, 巴赫的音栓是怎么样来编配哪几个可以组合在一起, 到了门德尔松, 到了浪漫派, 到了近现代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像是你不能让清朝人穿喇叭裤, 然后不能让那个明朝人书齐头一样, 所以要了解每个时代的审美风格, 来选配这些音色, 真是太有趣了, 那我相信您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通俗易懂的, 那么今天我们是有关这个电影的一个介绍的, 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影的好处, 让我们更多的观众去看这部影片呢? 对, 这部电影现在是正在多伦多的Hot Dogs, 这个叫做纪录片的电影节在播放, 那么已经播放了两场了, 在28号和30号两天, 全都是满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还是, 很多人都是不了解管风琴音乐的, 甚至只是普通的classical music爱好者, 古典音乐爱好者, 也有一些人是流行音乐的爱好者, 完全不了解不管风琴的, 但是经过这个纪录片以后, 完全的爱上了管风琴, 我们在每场音乐会后还会有这种提问, 所以他们都积极踊跃的这个提问, 我们来回答, 整个讲的是这个电影, 我们它选择了从26个人里面, 选择了8个人进行拍摄, 最后精选出来五个人的故事, 更有代表性, 来全程的追踪我们整个准备比赛, 我们的压力, 我们的感受, 我们遇到的困难, 比如说他选择了最后这五个人, 其中有一个谈得很好的德国男孩子, 就在第二轮被刷下去了, 那他的失落, 他的压力, 以及剩下我们四个人都冲进了决赛, 在决赛里面我们的表现, 因为压力很强的, 比如说我们第一轮要弹40分钟的曲目, 第二轮要弹45分钟, 第三轮弹一个小时, 这三轮加在一起的时间, 曲目全都不可以重复, 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个选配音栓, 这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一般来说我们是需要一个一小时的曲目, 需要两天的时间, 或者一天的时间来为一场音乐会来选配音栓, 一小时正好是一场音乐会的时间嘛, 但是比赛的时候, 我们只有三小时的时间来完成两天的工作量, 所以是昨天还有观众来问我说,